从刚刚我专家的一些谈话当中 我们发现不管疫情或是在升息的部分 每一次的拉回并不会造成股市的一个空头 所以拉回反而要布局 那怎么布局 其实这块来讲 这个市场应该说在这个年底的一个部分 甚至到年初都一直提到 费的即将做升息的一个动作 所以股市来讲确实有因为这样子而出现拉回 但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所谓 你可以看到市场讲的或者说理论的一个状况 其实如果说这个费的开始这个缩减购债 那大家都会提到 这个疫情这个经济面受到影响 但是因为这个资金充沛的情况下 那增高股市持续的 在这个所谓的疫情之下股市持续创高 那市场就会预期 如果说真的费的缩减资金动能来讲 那这个股债来讲一定会出现双杀 那这个是所谓的理论值的一个部分 那还他当然刚刚提到 除了股债会跌之外 那另外美元也会出现转强 这是我刚刚最早就提到 这个是市场的一个氛围 因为其实后续哦大家等待这个农历年回来之后 这个故事哦会讲的越讲越大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费的缩减动能之后呢 股惠市可能会很惨的一些理论 那如果就这个理论来讲 当股会是下跌的时候 它会有个现象 就是市场既然恐慌 那要跌哪些一定是跌原本的GEO 拿本益比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族群 如果说回到这个美股或台股身上 高本益比族群来讲 就是所谓的高增长族群 理论上就是所谓的科技电子股 所以如果说真的被的缩减动能来讲 股市会拉回 而且其中电子科技族群来讲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重挫 那这个我刚刚提到 这是理论值 而且可以预期等待农历年回来 会不断的看到 但是如果说我们借近过去的经验来观察 那其实在这个当年08年金融风暴之后 那么这个Fed的一个部分也大幅降起 而且丢资金到市场上来 只是比较不同的是 因为当时经济面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所以整个Fed的宽松维持了5年之后 一直到2014年 那才开始做缩减购债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一个走势 当时其实从2014年开始缩减购债 一直到升息的一个情况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道琼指数的一个部分来讲 一直都维持一个比较多头的一个格局不变 那这个所谓的缩减购债的期间来讲 这个所谓维持了接近8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左边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缩减购债的一个状况 后续等待缩减购债结束之后 又维持了接近一年的一个等待时间 才开始升息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三段时间呢 很明显的它特色就是缩减购债的时候 股市是多头创高 等待这个升息期间 股市反而是横向整理 一直到升息开始 接近5年的升息时间 股市是不断的大多头持续往上走高 那只是这一次来讲比较特别的 就是升息过后 因为这个所谓的费的压力相对比较大 所以不会有中间这个等待时间 所以缩减购债结束之后 它马上会做升息的动作 而且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你可以看到升息的这个 上次升息阶段的开始的一个时间点 从快要升息到刚开始升息 这个美股来讲就出现两个比较明显的凹槽 那那个时候来讲 市场确实担心升息资金缩减的情况下 那可能会资金动能会减少啦 股会是会双杀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理论 担心会发生 所以股市来讲就出现这两个凹槽 但是无论如何 最后呢这个股市会说话 最后是多头不断的持续创高 当时如果因为升息 导致卖在低点的投资人 后续来讲一定会很凹 因为毕竟来讲会有一个 很长线的一个上扬趋势 那刚刚就提到 其实这次来讲很有可能缩减购债 结束的时间就在落在3月左右 而且会紧接着做升息的动作 所以这次来讲确实还是有机会呢 在这个3月中升息的前后 有可能再度出现市场恐慌的一个拉回 所以把握一个原则哦 其实就目前的角度 等待农历年回来之后 我建议大家可能要 稍微做减码的动作 不代表看好这个股市的后续动能哦 可是我们也把握一个原则 你必须要先拿回一点现金哦 去因应后续 假设能够复制上市这两个凹槽 你必须手上要有现金 在这两个凹槽出现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现金能够持续做加码的动作 那你认为现金到底是有多少 我个人觉得啦 简单来讲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属性不同 但把握一个原则就不会错 农历年后的持股呢 不应该比农历年前高 就是你一定要做减码 一定要先拿回一点现金来 个人觉得持股里面 拿回一个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 拿回三分之一的现金 以防后续这两个凹槽 拉回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那个现金 去做加码的动作 当然啦 如果说就算就算把握一个人 就算投资人没有做这个减码的动作 你还是一样抱着满满的这个股票 那农历年回来之后 假设真的出现这个凹槽 你可以不加码 但切记不要跟着去做追杀 不要停损 对 不要停损 后续来讲他会走高的 所以呢把握这样的原则 当然最好刚刚提到 你能够先拿一些现金回来 下去的时候 你自然就有信心可以买进 相对来讲那段时间 痛苦的时间比较容易过得去 那如果你买满的情况下呢 忍耐一下后续来讲 都有走高的机会 那另外来讲呢 如果就刚刚提到的 这个缩减购债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统计一下上次 这个美股的一个表现状况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后续来讲其实都是我持续走高的 而且呢 他特色来讲我们刚刚最早就提到 假设真的缩减资金 股市会下跌 高本益比的电子股会下跌 但是你会发现 现实跟理论时是完全颠倒 当这个整个走势来讲 NASDAQ科技类股 涨势远比综合指数强 那等于说波动性最大的费半 就是等于半导体的一个部分 涨势又更加的一个强劲 所以呢刚刚提及 就是说后续农历年回来之后 你一定会看到相关的 大家的这些理论值 只能告诉大家现实跟理论值 几乎是完全颠倒的 那如果你在刚刚提到科技类股强势 如果我们再从美股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变化来讲 再去做观察 我们帮大家筛选出来 比较强势的产业有四个 一个是保健 对应台股的一个部分来讲 等于是生计族群 但是我会认为说这一次来讲 不见得能够复制上次的一个状况 主要这一次是因为疫情 在疫情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生计族群就已经有大幅上扬的一个表现了 所以不代表是这一次资金再回笼 我们刚刚提到 资金回笼很有可能是回到电子身上 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到生计之中 相对来讲会有表现 但对比而言来讲 我觉得科技会更有机会 另外公共事业在台股的一个部分 并没有明显的族群 房地产的一个部分来讲 当然对应台湾的这个营建资产 但台湾的部分有政策在做打压 也许表现不是那么强劲 所以后续来讲还是认为资讯科技 比如说台湾电子族群来讲 会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尤其是对应刚刚提到 这个科技类股会比综合指数强 半导体族群又会比科技强 所以后续来讲 我们认为整个资金来讲 很有可能再回流到电子 尤其是半导体的一个身上 好 听起来这个鹰派 并不会造就股市的一个空头 但现实跟理论来看 似乎又是完全颠倒一个状况 操作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更多的策略如何面对在市场的变化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告诉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